慈禧一言,女人不可与文国正太监不得善权。 光绪三十四年,慈禧太后病是沉重,进入弥留状态,御医们手忙脚乱,开了一记忆气生金之方, 想妙手回春,老米一两,人参五分,麦冬五钱,仙石湖五钱,水间温服, 这是慈禧太后一生中最后一记药法,可惜此方可以生金义气, 但无法挽救她的老命,一个时辰后,她就命归皇权。 临终前,慈禧太后郑重地说,此后,女人不可与文国正, 此与本朝假法相伟,必须严加限制,由须严防,不得令太监善权, 明末之事,可谓应见。 慈禧太后晚年的临终遗言,令诗人震惊,也给历史留下了一团迷雾, 人们一直不明白,这样一个成功坐上女皇交易的铁血女人, 这样一个有效控制大清王朝,长达半个世纪的铁腕太后, 可以最后留下这样的遗言,这是一个历史之谜, 人们迷惑不解,仔细想来,一个王朝的命运如同个人的命运一样, 仿佛都是上天的安静。